浓缩的语言 经典的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精致 最璀璨的瑰宝 短短几个字 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种情感 一番人生感悟 想领略一下 成语世界的精彩吗 那就跟着漫漫老师 一起进入漫谈成语的 世界吧 我想会像中文的华人和中国人 对这句话 大都是耳熟能详的了 开天辟地这个成语 最常见的出处 是距今1800多年前 三国时期 吴国的许诊写的三五六纪了 原文是这样的 天地混沌如鸡子 盘古生在其中 万八千岁 天地开辟 阳青为天 阴浊为地 盘古在其中 意思是说 天地未开的时候 宇宙像个鸡蛋一样 里面有一片混沌 经过亿万八千年的演化 盘古就从 像蛋一样的宇宙中 生化出来了 由此开辟出了天和地 阳性的清澈物质 升上去就成为了天 阴性的浑浊物质 沉淀下来就成为了地 盘古就在天地之间 那么这个盘古 到底是谁呢 它真的是宇宙的创始者吗 宇宙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 其实呀 对开天辟地的神 到底是谁 目前好像还是众说纷纭的呢 有学者认为 福西女娲才是开天辟地的神 理由是 1942年 长沙东郊子弹库 楚墓出土的楚伯书 是最早记载人类创世的史料 而三五立即说的盘古开天的神话 出现于三国时期 时间就比较晚了 楚伯书分为 甲乙丙三篇 分别是创世篇 天象篇 和乐器篇 创世篇记载的 就是宇宙形成的故事 说人类的造物 是主使神 福西和女娲 为了创设天地 就化生出鱼和气 鱼和气便开始进行规划 和测量的工作 首先测出的是天地之间的距离 然后创造出天地 最后归整大地 布局山林海川 最初的山林海川并不畅通 于是他们就运用各种气 来熟通山林海川 世界就这样创造出来了 但是有的学者却认为 盘古创世的故事 不是中国原有的 而是来自印度 他们的理由就是 三五利记出现的时候 相对较晚 而在先秦两汉的传世典籍中 也找不出像盘古开天 那样完整的创世神话 针对这样的说法 有学者就认为 现有的考古发现 足以证明盘古 是源于中国的创世神 在中国南方一带的考古发现中 盘古的形象 通常是一手拿着斧 一手拖着天的 2004年 考古学家在云南的玛丽坡县 发现了一处大王岩画 考证说 这个大王岩画 产生于公元前六千年左右 距今有八千余年 也有认为 距今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 无独有偶 在云南苍原瓦族自治县 孟神 孟兰湘境内 发现的另一幅岩石壁画 叫云南苍原岩画 则更为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原始先民 用赤铁矿粉与动物血 调和成颜料 绘制的岩画 画面极为令人震撼 一人左手握一石斧 右手拿一木板 两腿直立 傲视一切 头上的太阳 发出耀眼的光芒 至于南方传说的 盘古用斧头 劈开混沌 开天劈地的传说 是多么的一致啊 据考证 这幅研画 为三千多年前的作品 也就是说 早在三千多年前 中国人就有盘古 开天劈地的传说了 这也足以证明 盘古起源于中国 这样说来 开天劈地的神 到底是福西女娲 还是盘古呢 这似乎有些 莫衷一事了 不过 无论哪种解说呀 有一点是共同的 那就是 神创造了 天 地 人 目前 考古发现了一些 关于盘古 福西和女娲之间的 关系的文物 大多出于河南 和山东出土的 汉木石刻画像中 有一幅 是河南南阳县发掘的 汉木石刻画像 汉木出土的西汉画像 右边刻的是福西 女娲 都是人手 蛇身的形象 手中各是仙草 相像而立 两者之间刻着一个巨人 双手抱着蛇身 有专家认为 巨人或许就是 开天劈地的盘古神了 这样的考古文物画像 还有不少 比如花林村出土的石刻画像 石房镇 金老院出土的石刻画像 山东 宜南北寨出土的 汉木石刻画像 山东南武阳出土的 石缺画像等等 这样看来盘古才是 开天劈地的远古大神了 实际上啊 这些考古文物中的 石刻画像巨人 也有专家认为呢 是道家的创始神 太一 什么是太一呢 唐朝经学家孔颖达说啊 太极为天地为分之浅 元气吻而为一 即太初 太一 太一就是无极的意思 道家讲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极 两仪生四象 四象呢 生八卦 这样的创始佐证啊 从道家的创始说里 也可以找到踪迹的 在西汉淮南寺中 有这样一段 说天地宇宙 是由阴阳二气所生的 其后才产生了万物 道家认为 道教的最高神灵 是三清尊神 太清道德天尊 玉清原始天尊 上清灵宝天尊 三清之一的原始天尊 生于太吾之先 最开始叫做原始天王 在东晋葛红的 镇宗书中 对此有所描述 说太极没有分出二一之前 没有边际 没有形状 也没有天地之月 就像一个鸡蛋 一片混沌 已有天地之精 自称原始天王 在其中了 他就是盘古真人 在《历世神仙体道通鉴》中说 原者本也 实者初也 先天之气也 此气化为开辟世界之人 即为盘古 化为主持天界之祖 即为原始 原就是本源 实就是初始 就是先天之气 这个先天之气 就是开天辟地之神 也就是盘古 化身为主持天界的始祖 就是原始天尊 在庄子印帝王中 也有一段故事 与天地的开辟相关 说南海帝王叫书 北海帝王叫乎 中央帝王叫混沌 书乎二人 在混沌的领地相遇了 混沌很善良 他很热心的招待了他们俩 看到混沌 无目无耳 无鼻无口 无心 只是混沌一团 无法享受世俗的美好 书和乎就商量 为混沌 凿开七窍 来报答他的款待 于是他们每天帮混沌 凿一窍 凿到第七天 七窍全凿通时 混沌就死亡 不少学者认为 庄子这里讲的是个预言故事 故事故事 其实就是过去发生的事 实际上 庄子这个故事的内涵 远不止于此 古人通神的部分 非我们现代人 所能参悟和理解的 在古汉词中 书和乎 这两个字呢 都是极快的意思 和时间相关 在讲 金儿远之 这个成语的时候 就讲过了 在岁月的长河中 生死不过 书乎间而已 就是极快的意思 书和乎 与混沌所居的方位呢 分别是 南 北 中 显然这是表示空间 书和乎在时空交接处 与混沌相遇了 七日之后 混沌开窍而亡 也就是混沌的形消失了 有专家认为 虽然混沌散了形 宇宙也因此而诞生了 从此产生了空间和时间 这样说来 这与现代宇宙学 大爆炸的模型 颇为相似 大爆炸理论 源于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对论 描述并解释的是 宇宙在初始状态之后 演化的图籍 书和乎啊 用七天给混沌开了窍 圣经中说啊 上帝用七天造了实践 东西方文化 在创世这个问题上啊 是不是也有一曲同工之妙呢 看来呀 这个开天辟地的原始神呢 确实就是盘古了 但开天辟地的内涵 其实还远不止于此 盘古虽然是开天辟地的原始神 可是盘古又是怎么来的呢 即使是混沌 也有混沌生活的空间呀 要想了解开天辟地的真正内涵 请接着收看 开天辟地下篇 开天辟地下篇